天水圍嘉湖山莊7月站陆得8宗成交 整体表现仍然低迷 平均实用尺价按月下跌约3% 代理表示 虽然金管局放宽按揭成数 但市场反应普遍正面 发展商把握机会积极推盘 而且大多以低价抢供 导致大量二手客源流失 天水圍柏惠豪源台风下 换柳中原地产天水圍柏惠豪源分行分区营业经理陈思丽表示 天水圍本月录得约25宗二手买卖成交 继续以减价成交主导 该行昨日在3号封球悬挂期间 成功协助一名区内租客入市柏惠豪源六座中高层室 单位实用面积494平方尺 两房间隔 在大单边开洋景致 今年2月叫价650万元 期内多次主动减价 累减100万元 获同区租客以550万元承接 折合实用尺价11,134元 资料显示 原业主于2020年5月以580万元买入单位 因最近新增家庭成员 空间不够急需换楼 试次成交价较三年前买入价低30万元 或5% 代理表示 柏惠豪源本月六得五中成交 全属两房单位 平均实用尺价10,870元 嘉湖山庄7月紧白中成交 根据中原地产十大屋苑数据 上周末预约体流量六得375组 按周无声跌 十大屋苑7月至今站6月41中成交 较上月同期增加约13.9% 不过刑处低水平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 陈永杰表示 新盘以低价抢供 市场以一手主导 二手交投气氛持续低迷 不少买家期望较大以价空间 但大部分业主减幅仍未达买家预期 加上近期买家入市态度相当审慎 导致交投交着 金管局放宽案揭成数后 整体市场气氛略有改善 但买家对后市仍较为观望 市场较小六得因为政策放宽而入市个案 新界区方面 中原地产沙田第一城分行区域 营业董事黎中文表示 政府放宽自住物业案揭成数 有望带动中价流交投 但对新界上车盘影响较少 不过对整体入市气氛亦起正面作用 沙田第一城本月站六月八宗二手成交 实用平均尺价约15348元水平 屋苑本周末六月四十五早 较上星期无声跌 近日买家入市态度较审慎 加上一手新盘价钱吸引 亦抢去不少二手注意力 中原地产天水为副区域营业董事五耀祖表示 加湖山庄本月站六得八宗成交 较上月同期增加1.7倍 整体表现仍然低迷 平均实用尺价按月下跌约3% 金管局放宽按揭成数 市场反应普遍正面 发展商把握机会积极推盘 而且大多以低价抢供 导致大量二手客源流失 加上经济前景及息口走势未明 买家入市态度审慎 只肯低价入市 不过榫盘仍会有承接 本周末受洪水盘新盘开售影响 加湖山庄预约体流量维持低期 两天六月五十早体流预约 新盘主导下 廖本月二手交投交难有起息 港岛区方面 中原地产太古城区资深区域营业董事赵洪运表示 二手交投持续低迷 太古城七月至今仅六三宗成交 较上月同期少两宗 平均实用尺价约18652元 较六月上半月上升5.3% 同区一手劈价成佛场焦点 二手客源被分薄 加上二手业主普遍不愿大幅减价 以致未能吸引买家入市 太古城本周末体流量维持 约25早预约 每尺实用叫价报17700元 未跌0.6% 九龙区方面 中原地产黄埔第二分行分区营业经理原显案表示 黄埔花圆过去一星期交投陷入冰封局面 未录得买卖成交 本月成交量站紧录得两宗交投 平均实用尺价15057元 随着金管局上周放宽案揭成数后 市场交投气氛逐步回升 本周末有两大新盘开售 难免抢去部分二手客源 若新盘销情理想 也有望大动二手交投向升 黄埔花圆本周末体流量维持30早预约 每尺实用叫价 亦徘徊16000元水平